第三章 分析人体运动的动力学概念 通过学习本章 读者可以了解质量、力、重量、压力、体积、密度、比重、扭矩及冲量的计算单位 识别和描述作用于人体的不同类型的机械载荷 识别和描述可用于测量动力学参数的装置 区别矢量与标量 使用图结法和三角函数法 解决射击矢量的定量问题 当关节相反 两侧的肌肉同时产生张力时 决定关节运动方向的是什么 垂直于河流流动方向 游动的游泳者实际上会游向什么方向 是什么决定了一个推力是否能够推动一件沉重的加剧 这些问题的答案能在动力学的力的研究中获得解答 在日常生活中 人体既能够产生力又能对抗力 当肌肉产生内力时 重力和摩擦力能使人们以能够可预见的方式行走和操纵物体 运动参与包括对球 球棒 球拍 球感的力的运用 和在接触球 地面 以及对手时对力的吸收 在本章中将介绍理解这些运动的基础动力学相关概念 动力学基本概念 理解关于惯性、质量、重量、压力、体积、密度、比重、扭矩及充量的相关概念 能够为理解力的作用提供坚实的基础 惯性 通常惯性指的是一个物体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静止 类似的 惯性的机械定义是指物体对加速度的抵抗 惯性是一个物体保持其当前运动状态的倾向 无论是静止还是以恒定的速度移动 例如将一个150千克的棍棒静止放在地面上 其会保持不动 在光滑边面上滑动的滑边者可以恒定速度 延迟性滑行 虽然惯性没有测量单位 但是物体所具有的惯性大小与其质量成正比 物体的质量越大 它倾向于保持其适当的运动状态 并且该状态难以被破坏 质量 质量M是构成一个物体的物质的数量 一种常见的公质质量单位是千克 力 力F 可谓认为是发生在一个物体上的推动或拉动作用 一个力的特征可以通过其大小 方向和作用在物体上的作用点来描述 体重摩擦力和空气或水的阻力 都是常见的作用于人体的力 使用在物体上的力能够使得该物体的质量加速 力的单位是质量的单位乘以加速度 A的单位 在公质系统中 最常见力的单位是牛顿 牛 它指的是以1米每秒平方的加速度 来加速质量为1000克的物体所需的力 所有体图是一个包含被研究的对象系统的简图 在该图中 被研究的系统被单独地分离出来 作用于其上方的力则表示为不同的力使量 由于大多数情况下 对于一个系统而言都是有许多力在同时起作用的 因此构建自由体图通常是分析力对某个物体或感兴趣的系统的影响的第一步 自由体图可以是任何被聚焦研究的物体 人体乃至人体的某部分 自由体图包括分析系统的草图和作用力的使量 尽管为了使球拍能够强力地接触到球 必须有一只手向往球拍施力 如果球拍是这个关注研究的自由体 则这只手在球的自由体图中仅表示为一个力使量 类似的 如果往球是被研究的自由体 则球拍作用在球上的力 仅显示为一个力使量 因为力很少固力地发挥作用 认识到作用在系统或自由体图上的许多不同的力的总体效果 是来自于其合成的合力 称为净力 所有作用力的使量合是十分重要的 当所有作用力均衡或相互抵消时 合力为零 并且物体保持其原始运动状态 无论是静止还是以恒定速度运动 当存在静力时 物体在静力的方向上移动 并且具有与静力的大小成比例的加速度 重心 物体的重心或质心 是指地球对物体中每个微小部分 引力的合力作用点 在运动分析中 重心的作用可以被认为是全身运动的标志 从动力学的角度来看 重心的位置决定了身体对外力的反应方式 重量 重量是指地球对物体每一微小部分 引力的合力作用点 在代数计算上 它的定义来自于对力的一般定义的适当修改 其中重量W1等于质量M乘重力加速度 W1等于MAG 因为重量也是一种力 所以重量单位即是力的单位牛 随着身体质量的增加 其重量也会按照比例增加 其增加的比例系数 即是重力加速度 即-9.81米每秒的平方 负号表示重力加速度指向下方 或者朝向地球中心 在月球或另一个具有不同重力加速度的行星上 身体的重量会有所不同 但它的质量则保持不变 因为重量是一种力 所以它也具有大小 方向和作用点的特征 重量作用的方向总是朝向地球的中心 因为假定重量作用于身体的点 是身体的重心 所以重心是重量矢量显示在自由体租中的作用点 虽然体重通常以千克为单位进行表达 但千克实际上是一个质量单位 为了技术上的准确无误 重量应以牛顿为单位 质量以千克为单位 压强 压强P定义在脊定区域A 上分布的力F P等于 F除以A 压强的单位是力的单位除以面积的单位 公式系统中 常见的压强单位是牛顿每平方米 牛除以平方米 和帕斯卡PA 一帕斯卡表示 一牛顿除以一平方米 一帕等于一牛每平方米 在英式系统中 最常见的压强单位是 磅每平方英寸 鞋底施加在下方地板上的压强 是施加在鞋上的体重除以 鞋底和地板之间的接触面积 与平底斜相比 高跟鞋斜底底部的表面积较小 因此其施加的压强较大 体积 一个物体的体积 是它占据的空间的多少 因为空间被认为具有三个维度 宽度、高度和深度 所以体积单位 即使长度单位 乘长度单位 再乘长度单位 在数学简写中 是指一个指数为三的长度单位 或者说是一个长度单位的立方 在公式系统中 常见的体积是立方厘米 立方米还有升 一升等于一千立方厘米 在英质系统中 常见的体积单位 是立方英寸和立方英尺 英质系统中的另一个体积单位 是跨托 体积不应与重量或密度相混淆 密度 密度是将物体质量 与物体体积相结合而产生的概念 密度的定义 是每单位体积的物体 所包含的质量 密度的常见规律 符号是希腊字母P 密度P等于质量除以体积 密度体积来源于质量单位 除以体积单位 在公式系统中 常见的密度单位 是千克每立方米 在英质系统中 密度单位并不常用 英质中常用比重 重量密度的单位 比重是指物体每单位 体积的重量 由于重量与质量乘比例 因此比重与密度乘正比 比重的单位是重量的单位 除以体积的单位 比重的公式单位 是牛顿每立方米 在英质系统中 则是使用棒 每立方英寸 尽管高尔夫球 和乒乓球的体积大致相同 但高尔夫球 具有比乒乓球 更大的密度和比重 这是因为高尔夫球 具有更大的质量和重量 类似的 因为肌肉比脂肪更密集 与肥胖者相比 具有相同体积的相对较瘦的人 则具有较高的总体密度 因此 体质百分比 与身体密度呈反比 扭矩 当力 施加到诸如放置在桌子上的 铅笔之类的物体上时 可能会导致物体的平移 或整体运动 如果施加的力 平行于桌面 并通过铅笔的中心 中心力 则铅笔沿加力的方向平移 如果力是平行于桌面施加的 但是通过了铅笔中心以外的点 偏心力 则铅笔将进行平移和旋转 由偏心力产生的旋转效应 为扭矩 T或力矩 扭矩常常被认为 是一种旋转性的力 其效果 与一个带有角度的线性力等效 从代数上来说 扭矩是力 F和从力的作用线到旋转轴的垂直距离 第一 则乘级 T等于F第一 作用在旋转轴上的扭矩的量越大 则旋转运动发生的趋势越大 工智和英尺系统中的扭矩单位 都是遵循其代数定义 力的单位乘距离的单位 牛米 充量 当力施加到一个物体上时 该物体的最终运动 不仅取决于所施加力的大小 还取决于施加力的持续时间 力 F和时间 T的乘级成为充量 G等于FT 当物体的运动状态产生大的变化时 这既可能是由于 作用相对长的时间而相对较小的力的效果 又可能是因为 作用相对短的时间而相对大的力所引起的 在草坪上滚动的高尔夫球 在较小的摩擦力的持续作用下 速度逐渐减缓 棒球在被球棒猛力地击打时 其运动状态的改变 来自棒球在不到一秒内 对其施加的巨大的力的作用 当球垂直弹跳时 对地板产生的冲量越大 则跳起离体速度越大 进而跳得越高 人体的机械载荷 肌肉力量 重力和导致骨折的力 如在一场滑雪事故中遭受到的力 都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的作用 一个紧定的力产生的影响 至于其方向 持续时间及大小 压缩力 张力和剪切力 压缩力和压缩 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挤压力 把野花压成书签的有效方法 就是将它们放在书液之间 并将其他书堆放在这本书的上面 书的重量在花上产生压缩力 类似的 身体的重量在支撑 它的骨骼上产生压缩力 当躯干直立时 脊肉中的每块椎骨 都必须支撑起 其上方身体的重量 与压缩力相反的是 拉力或张力 拉力指的是 对被作用物体产生一个 牵张作用的牵拉力 当孩子坐在操场上 当鞦韆时 孩子的重量 会在支撑鞦韆的链条中 产生张力 照中的孩子 会在鞦韆的支撑中 产生更大的张力 肌肉会产生拉力 进而拉动其腹轴的骨骼 第三类为减切力 压缩力和拉力 都是沿着骨 或者其他它们所影响的 结构的纵轴起作用的 但减切力的方向 往往是与其表面平行 或相切的 减切力可以使物体的一部分 相对于物体的另一部分 发生滑动 移位或减切 例如 平行于颈骨平台 使用在膝关节处的力 即是一个作用于膝关节的 减切力 在从滑雪跳台着陆期间 人体受到冲击力 包括一个作用于 颈骨平台的前向减切力 这个减切力会提升 前交叉韧带上的硬力 机械硬力 影响力对人体作用结果的 另一个因素 是力的分布方式 压强表示 一个固态物体外部的受力分布 而硬力则表示 当一个外力作用在 固态物体上 在其内部力的分布 硬力的量化方式 与压强相同 力在其作用物体上的 每单位面积上的力 如图3-6所示 作用在较小表面上的 几定力所产生的硬力 大于相同力 作用在较大表面上 产生的硬力 当人体受到打击时 身体组织受伤的可能性 与击打产生的硬力的大小 和方向有关 压缩硬力 拉伸硬力 和剪切硬力 都是表示 硬力作用方向的术语 因为当人处于直立位置时 腰椎比胸椎承受 更多的身体重量 所以从逻辑上来讲 腰部受到的压缩硬力 应该更大 然而 实际存在的硬力 却以承受的重量 不成正比 这是因为 腰椎的承重面积 大于脊柱中 位置较高的 其他椎骨 这种面积的增加 减少了存在的压缩硬力的量 第五腰椎 与低底椎之间的椎间盘 位于腰椎底部 是椎间盘突出的 最好发部位 除了承重因素外 其他因素 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见第九章 扭转 弯曲 及组合载荷 某种程度上 弯曲是一种 较复杂的载荷类型 纯粹的压缩和牵章 都是轴向力 激力沿着受影响结构的纵轴传导 当偏心或非轴力 施加到结构上时 结构会发生弯曲 在一侧产生压缩硬力 而在另一侧产生拉伸硬力 扭转通常发生在 结构的一端被固定 而其余的部分 围绕起长轴 进行旋转时 静谷的扭转骨折 在足球损伤和滑雪事故中 并不罕见 通常事故发生时 伤子的脚 保持在固定位置 而身体的其他部分 发生了扭转 多种形式的载荷 同时存在时 则称为复合载荷 人体在日常活动中 往往受到无数力的作用 因此这是人体 最常见的载荷类型 载荷的影响 当力尊于物体上时 往往有两种潜在的影响 第一种是加速 第二种则是形变 当跳水运动员将力 施加在跳板的末端时 跳板既会获得加速度 也会发生形变 当受到一个 挤定的力时 物体发生形变的程度 取决于物体的刚度 当外力 重于人体时 有多个因素 会影响 是否发生损伤 包括力的大小 和方向 以及力分布的区域 然而 承担载荷的身体的 组织材料特性 也是同样重要的 施加在结构上的力 的大小 和结构对其产生的 反应之间的关系 可由 载荷形变曲线尝试 在相对较小的 载荷作用下 物体会发生形变 但这种反应 是弹性性质的 这意味着 当力被移除时 物体的结构 将会恢复成 其原始的尺寸和形状 由于较硬的材料 在几定的载荷下 产生的形变较小 因此 对于刚度较大的材料而言 其载荷形变曲线中的 弹性变化区域的曲线 更陡 然而 如果施加的力 导致形变程度 超过了物体结构的 曲覆点 或弹性极限 则物体发生的形变 是塑性的 这意味着 一部分形变 将会是永久性的 当形变超过 最终失效点时 物体的结构 将会发生 机械性障碍 这在人体 则意味着骨折或软组织破裂 重复载荷 与急性载荷 重复载荷和急性载荷之间的区别 也很重要 当足以造成损伤的单个力 作用于生物组织时 该损伤 会被认定为 急性损伤 而 质伤的力 则被称为 大创伤力 跌倒 橄榄球运动 或汽车事故等产生的力 可以足以导致骨折 损伤 也可能来自 相对较小的力的反复作用 例如在跑步期间 跑者的脚 每次接触地面时 要承受 两至三倍体重的力 尽管这种程度的单一力量 不太可能导致 健康骨骼骨折 但是 这种力的反复多次作用 则可能导致 下肢某处的 健康骨骼骨折 由于一段时间内 反复出现的 或是慢性载荷 所导致的损伤 称为慢性损伤 或硬力性损伤 其智伤的力 则称为微创伤 成熟的载荷大小 载荷负荷施加的频率 和受伤可能性之间的关系 如图三杠十所示 测量动力学参数的工具 生物力学研究人员 使用设备 来测量和研究 在固态和其他活动中 脚步对于地面产生的力 使用这些工具 获得的知识 经常发表在 面向科学家 及教师 临床医生 教练 和其他对人类心动 感兴趣的人的 专业期刊上 有几种类型的 掩埋式测力台 和便携式系统 可用于测量足底的力 和压强 这些系统 主要用于步态研究 但用于研究 诸如起跑 起跳 着陆 踢 棒球 和高尔夫球的挥杆 姿势的摇摆 和平衡 等运动现象 这类测力台 应用于分析 狗 马 牛 猪 鸟 和猎豹 等脚型问题 其研究 青蛙的跳跃力学 不论是商用 还是自制的 立敏式测力台 和压敏式测力台 它们都通常被 牢牢地安装在 与地面齐平的地板中 这些测力台 通常与计算机连接 并通过该计算机 来计算研究者 感兴趣的动力学参数 立敏式测力台 通常设计为 传递相对测力台 垂直、横向 和前后的地面反作用力 而压敏式测力台 则能够生成 足底压强的直观图形 或数字图形 立敏式测力台 是一种相对精密的仪器 其局限性 包括实验室设置的限制 及可能与受试者 有意识的 瞄准平台相关的 潜在问题 用于测量足底力 和压强的变形式系统 也可用于商议途径 和定制模型 如带有仪表的鞋 鞋垫 粘附在足底表面的 薄形传感器等 这些系统具有能够在 实验室外 接收收集数据的优势 但其精确度 低于内置测力台 食量代数 食量是具有大小和方向的力 食量由箭头符号表示 食量的幅度即是它的大小 如数字12的数量大于数字10 食量的大小由其长度表示 照常的食量比较短的食量大 食量符号方向表示其方向 力、重量、压强、比重和扭矩 是动力学食量 位移、速度和加速度 是运动学食量 食量的完整定义 必须同时包含其大小和方向 标量具有大小 但没有与它们相关的特定方向 质量、体积、长度和速率 是标量的例子 食量合成 当两个或多个食量同时起作用时 我们可以使用食量代数的规则 来确定这些食量的整体效果 例如 当两个人在停止的汽车上 向相同的方向一起推动时 它们每个人施加了一个例 具有大小和方向的食量 两个人推动的效果 通常大于一个人推动的效果 为了总结作用于 既定对象的两个或多个例的影响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成为食量合成的操作 具有完全相同方向的两个 或多个食量的组合 等同于一个大小等于 所有食量的大小之和的 三个食量的效果 在食量以相反方向作用的情况下 比如当两个碰碰车正面碰撞时 每个碰碰车都在另一个上 制加了一个相反方向的例 此时我们仍然可以使用食量合成 来确定两个例的总和 当两个完全相反方向的 食量进行合成时 结果的方向是长度较长的 食量的方向 而其大小则等于两个原始食量的大小的差 方向既不相同 也不相反的食量 也可以进行合成 当食量是共面的 即包含在同一个平面内 如在一张纸上时 可以使用手尾相连的方法 进行合成 将第一个食量的尖端 连接第二个食量的尾部 然后用笔将第一个食量的尾部 和第二个食量的尖端连接起来 即可获得合成的食量 其方向从第一个食量的尾部 直向第二个食量的尖端 如果每个连续食量的尾部 都与前一个食量的尖端相连 则其合成的食量 起于第一个食量的尾部 直于最后一个食量的尖端 这种情况下 此过程可用于合成任意数量的食量 通过食量相加定律 我们经常可以计算 或更好的可视化组合食量的效果 例如漂浮在河流中的独木舟 受到当前的力和风力的影响 如果已知这两个力的大小和方向 则可以通过食量合成过程 得出单个的合力或净力 而独木舟则会沿着净力的方向进行 食量分解 确定食量在特定平面 或结构上的垂直分量 通常是十分有用的 例如当球被抛向空中时 其速度的水平分量 决定了它的行进距离 其速度的垂直分量 则决定了它能达到的高度 当食量被分解为相互垂直的分量时 这是一个称为食量分解的过程 这些分量的共同结果 是等于原始食量 因此两个垂直分量 是与原始食量不同 但等效的表达方式 食量问题的图解法 当食量都是同平面的 包含一个平面中时 对食量的操作 可以用图形的方式完成 并产生近似的结果 食量问题的图形解决法 需要仔细地量测 食量方向和长度 以使误差最小化 食量长度代表食量的大小 必须按比例绘制 例如1厘米的食量长度 可以代表10牛的力 然后用3厘米的食量 表示30牛的力 用4.5厘米长的食量 表示45牛的力 食量问题的三角函数解法 要更准确地尽量处理食量问题 其过程则涉及三角函数的应用 通过使用三角函数可以消除 按比例测量和绘制食量的繁琐过程 小杰 与动力学相关的基本概念包括 质量 构成物体的物质的数量 惯性 物体保持其当前运动状态的静质 力 推力 或拉力 改变或倾向于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重心 使物体重量平衡的点 重量 物体的重力 加强单位面积上所受到的力 体积 物体占据的空间 密度 每单位体积所含的质量 比重 每单位体积所具有的重量 扭矩 力的旋转效果 作用于人体的机械载荷 包括压缩 前拉 剪切 弯曲和扭转 通常 这些载荷都以某种组合方式 作用于人体 物体结构内的力的分布 称为机械硬力 硬力的性质和大小 决定了生物组织受伤的可能性 食量具有大小和方向 而标量仅具有大小 食量问题可以使用 图解法或三角函数法来解决 在这两个解决方法中 使用三角函数解法 得到的结果更准确 误差更小